民進黨總統太上任之後 排四月初選 他這個代表的意義什麼 叫做現任優先 第一 雖然獨派跟賴清德 本身都非常想選 但是剛才講的 他來不及 回血來不及 我覺得整個運作的方法 跟方式到最後 其實到最後就是 還是蔡英文 到底最後賴清德 有沒有機會配在一起 那就看賴清德 願不願意放下 剛剛最近大家 包括在地方上基層 我都聽到基層藍的民眾 包括很多選民 是非常焦慮的 焦慮的是 看到民進黨這樣的執政狀況 國民黨能不能拿得回來 贏得回來 不管國民黨初選 是怎麼初選的一個結果 他們只想說 國民黨能不能好好執政 把國家帶到一個 正確的方向進來 平良心講 在這一段時間 我覺得大家都討論說 很多初選的辦法 但是國民黨有原來的機制 我一開始就講了 這個機制如果 如果這四個人參加初選 大家都說好 我願意就是照大家提出來 哪一個機制 那也沒有問題 但是顯然 我覺得看到最近的氛圍上來看 我覺得很難有一個共識出來 很難有共識的結果 就是必須是一個 原來舊的機制來去執行 即便要有一個新的辦法的話 那也是下一期的全代會 好好來討論 全代會一開 其實我覺得難免都會有 很多不同的變數在裡頭 這些變數還不只是總統 還有包括不分區的變數 提名在裡頭 所以剛剛Senao講說 這個變數非常複雜 所以其實我認為到最後 國民黨還是會回到一個 非常單純的這個 初選的辦法 對 初選的辦法 原來是三期或者是全民調 這兩者其中一個 我的預估 當然我覺得基層的民眾 很焦急的是 韓國瑜你出來選好了 因為大家都很怕 民進黨在執政 等於照現在的民調不會贏 對 大家都很怕說 民進黨在執政 所以去想說 如何找出一組 國民黨最強的候選人 來帶領國家 而不是仍舊是由蔡英文 這樣子的總統來帶領國家 所以我覺得基層的民眾交集 其實是可以想像的 但是不要忘記 誰才是後裔 人民才是後裔 人民才有那把劍 可以把哪一個不恰當的人設下來 或設向找出一個最恰當的 國民黨的候選人出來 所以剛才大家在講說 四個太陽或誰是當月亮 其實我覺得四位是不是 大家都一定想要當太陽 都一定要必須要是太陽 可不可以有一個好的月亮 我覺得日月互相輝映 其實不是也挺好的嗎 韓國瑜那個現象 我覺得變數當然會非常多 雖然現在看起來 你說也有可能看到韓國瑜是嗎 就是很多的變數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韓國瑜他現在 他個人仍就是想把市政做好 現在還是一個抬教者的角色 但是我覺得整體的變化 會非常非常多 但是我說國民黨的制度初選 其實是有機可循的 不是三期比 就是一個大家共同 可以接受的全民調的一個結果 即便要有一個新的 討論的方案跟方式 那也會是在下一屆的初選 談到柯文哲 剛才Sanala已經講了幾個 我覺得過去柯文哲的支持者 都是年輕人 年輕人其實對於政黨的黏著度 是非常非常低的 不要忘記柯文哲以前是強調 不藍不綠 白色力量 所以不喜歡政黨 強化個人 所以就是說 當你要組政黨的時候 這73席區域立委 你怎麼提 73席能不能夠當選 我為什麼要跟著你柯文哲選 你有沒有韓流的效應 或者是你柯流的效應還在不在 這都是後面的人要不要跟緊 你最重要的指標 特別看到上個星期五 初選的一個補選的一個結果 其實柯文哲並不是沒有 放資源給陳思宇 不要忘記 整個台北市政府 有一個民政局 好多市政局處的一些力量在裡頭 都在幫陳思宇吹票 但吹出來的結果並不好 所以我相信柯文哲是重挫的 但是他又非常想選 因為如果這一次不選 下一次當他兩屆的市場都做完之後 還有空窗期一年多 他的效應還在不在 所以我覺得這都是面臨 柯文哲最大的抉擇 但是無論如何 民進黨怎麼初選的結果 柯文哲要不要選 都不是我們可以掌握的 最後的結果我都通常還是說 國民黨把自己團結好 選好 初選制度選好 制度選好 讓贏的人沒有後顧之憂 輸的人大家可以全力輔選 誰都不要當國民黨的罪人 誰都應該把這個國家帶領好 然後把這一仗打好打穩 然後不要讓民進黨持續的執政 我相信是國民黨最大的目標 如果提名蔡英文 當然對國民黨來說 我覺得相較於賴清德 對國民黨是比較有利的 再來講到柯文哲好了 柯文哲到底會不會選 很多人講說 因為這次陳思雨挫敗 所以他可能會有考慮 我個人是判斷 我覺得他一定會選 為什麼 第一個 這一次其實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跟人選很有關係 陳思雨的形象跟傳統支持 柯文哲的那一群柯粉 就是不太一樣 支持柯粉的很多年輕人 沒有背景的 然後認同阿伯 然後什麼討厭藍綠的權貴 他們是比較類似這樣的屬性 可是陳思雨一出來 他起手勢就錯了 他一出來就攻擊說 你看我的對手都是連勝文門 然後試圖給人家對手 貼上正二代標籤 結果被起底 自己不僅是正二代 還是正三代 還是負二代 所以他一開始聲勢就重挫 重挫後來 打到後來 柯文哲要去拉抬他 好像也有點後繼乏力 所以到了選舉後段 沒有人看好他 自然而然在三強鼎立的情況之下 他就很容易就被邊緣化 所以這個結果是 大家早就預料到 所以陳思雨的敗選 不盡然會讓柯文哲不想要選 如果柯文哲要選的話 他什麼時間點會宣布 我覺得也不太可能六月 雖然他現在說 他自己說六月 對 他說六月再問我 但是六月你再問他的時候 他就說九月再問我 也是有可能 我為什麼認為他不會 他如果說九月再問我就代表他不選了 那也是有可能 但是為什麼我覺得不是六月 為什麼 因為大家想想看 他現在還是台北市長 如果他六月就宣布他要選總統 會發生什麼情況 他整個台北市政會停擺 他做的任何的事情 別人都會認為他是為了要選總統 他只要離開台北市 大家就會說你看 總統候選人柯文哲來了 所以對於他的台北市政的宣傳 會非常不利 而且他的身世一定會重挫 因為大家最討厭就是 你是台北市長 你又吃碗那看碗外 你跑去選總統 然後把市政荒廢 所以他一定會 我認為他會脫到 能脫到最後越後面越好 大家就會覺得說 可是這樣太晚 譬如說他九月再宣布 是不是就太晚 沒辦法全台走透透 所以怎麼辦 我覺得他一定會主黨 主黨以後 他就可以在各地去提名 他那個黨的候選人 他就可以在假日或者其他時間 去以幫人家站台的角度 去全台走透透 維持他的聲勢 而且再一個 他現在民調就是最高 不要講說區域立委 可能會有很多席次增加 光是不分區 柯文哲的那個黨 就會有很多席次 所以在柯文哲來講 他是穩賺不賠的 他跑去選 就算沒選上 再回去當台北市長 然後他的黨已經一大堆立委 他可以吃飲飽泰 當黨主席 一直在下個四年 再出來拚總統 所以對柯文哲來說 是絕對沒有損害 國民黨怎麼辦 其實國民黨現在 為什麼說很險峻 因為柯文哲 很多人在分析 像民進黨 雖然說柯文哲 現在很討厭民進黨 也可以問一下佩軍 因為我聽很多國民黨的市議員 因為他單獨跟市議員見面 大家都察覺到 他真的好像很討厭民進黨 叫民進黨戰犯交出來 什麼的 但是他 民進黨一開始跟他合作 就綠白合作 大概有三成支持他的票 這些是不會再回到民進黨 所以這些三成的票 已經是柯文哲囊中物 所以柯文哲現在策略是什麼 柯文哲現在策略去挖國民黨票 所以大家有沒有發現 柯文哲現在講的話 已經越來越接近國民黨 特別在兩岸關係 譬如說兩岸家親 或者是他講說 最討厭就是喊台獨 在大陸做生意的人等等 這些感覺都是會去吃掉藍的票 很多深藍的跟我講說 我覺得如果柯文哲 聲勢比較強的話 我要投柯文哲 因為他在兩岸關係 跟我的比較接近 這個就笨 有很多深藍是不是 有一些 就是這麼笨 但是我們這種人還是存在 這樣的人他會吃到誰的票 就是吃到國民黨的票 所以你國民黨還不找一個 比較強的人出來選 對 所以這就是關鍵 現在就是會棄保 棄保就是說 當國民黨的人 民調不如柯文哲的時候 大家票就會移到柯文哲 所以會要移什麼 所以要找一個民調 會贏柯文哲的人 一定要找一個民調 會贏柯文哲 所以我就回過來我的結論 我的結論就是 這一次國民黨的初選 一定要用全民調 為什麼 如果你還要 如果用全民調出來那個人 民調還是不能贏柯文哲怎麼辦 我們也只能盡量衝 但是如果說 你如果全民調選出來的 靠 你民調就很低 譬如說 我們國民黨只有15% 柯文哲30% 最後15% 可能就會剩下7% 6% 5% 但是如果我們民調有20幾% 他30幾% 大家會認為往上衝是有機會的 院子 會有人問說 你國民黨為什麼不乾脆推一個民調 本來就會贏柯文哲的 這不是比較簡單嗎 為什麼要一個輸柯文哲的人 然後再慢慢的往上爬 這個前輩幫忙他結婚一下 看他願不願出來 我覺得對國民黨來講 當然我們是要推一個 最強的候選人 這個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最強的候選人 也要當事人有意願表態 所以韓國瑜的問題是說 他要不要表態出來 如果韓國瑜 他真的 他也表態 他當然也是候選人之一 所以就大家在一個平台上面 但是韓國瑜的確 就像剛剛大家講的 有他的難題 他才剛當選 高雄市政是他現在的首先的要務 所以除非 我個人認為 除非就是說後續的民調 國民黨推出的 所謂的這三個人的最強的候選人 跟柯文哲差距有差一大趴 其實也沒有 之前的民調其實才差6趴 6趴不算是一個很大的數據 國民黨只要是一個團結的國民黨 也不見得是沒有辦法打贏 更何況大家別忘了 柯文哲不是一直是這樣的聲勢 從補選落敗之後 最新的 剛剛大家沒有講 美麗島電子報的民調 他支持度是31.8趴 他降到16趴 降的幅度很大 台北市是 對 台北市的部分 台北市當然是一個指標 因為其他縣市看 他看得不清楚 台北市民可是會看得很清楚 他的臉書的按讚數 一個禮拜退了5000個 所以我覺得政治是這樣子 瞬息萬變 而且柯文哲雖然他之前聲勢還不錯 但他不是一個非常穩定的 一直可以維持這個聲勢 別忘了他剛當上市長的時候 他曾經一度也跌到谷底 後來才靠世大運再翻身上來的 所以面對這樣子的一個人 我覺得國民黨也不用太悲觀 就是說我們自己要有信心找出 當然是一個強的候選人 而且剛剛研究提到 最重要的是說國民黨可不可以團結 同樣的問題